你们不是一直想看 iPhone 13的组装机吗 今天差了 13的原装拆机屏 小辣刺 450 国航原装128G 无面容主板 无拆无修 1650 前向 16 前听筒 18 双卡卡槽 12 原装后置摄像图 190 听筒 22 原装尾叉 38 震动 10块 QMRC 8块 灯光 9块 WiFi 跟GPS天线模组 25 原装开机排线 加5电充 40 这个是原材料 全新的壳 130 原装开机电池 25 现在我们把它A转装起 1 2 1 1 2 2 2 3 2 1 3 1 2 3 2 3 4 5 4 我们简单把机器所有功能测试一下 这种原装开机闭键装起来的都会有这种未知不见 实际使用起来的话影响不大 手机已经带大家组装好了 一共用的成本在这 2K多的预算入手 国行的iPhone 13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但是组装机也有它的缺点 如果我们在选择配件上 不能确保原装无锈的情况下 那么你们组装出来的机器 可能会有不断的复充问题 如果换到你预算不够的情况下 你们会不会考虑这种组装机了 我是小金 观众我带你了解更多数码航机 谢谢大家